涵盖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的纽约证券交易所 阿尔卡航空指数本周出现大幅下跌 原因是由于市场对于一些银行的稳定性感到担忧 以及消费者支出开始有所下降 航空公司的高阶主管们表示 尽管成本增加 但他们预计2023年的航空市场需求和利润都将强劲增加 休闲旅行将继续引领潮流 在过去一年 消费者对航空旅行的需求激增 机票价格的上涨大大提高了航空公司的利润 值得议题的是 航空公司近期也面临一系列问题 例如燃料和人工等费用的增加 联合航空公司就在周一预测 该公司在今年第一季度 可能会因潜在的新试点合约而亏损 并且今年年初的实际市场需求也弱于预期 利润丰厚的商务旅行正在发生变化 因为更加普遍的混合工作模式 使客户可将工作与休闲相结合 而不是单纯的出差旅行 捷兰航空公司CEO海耶兹表示 早出晚归当天来回的出差旅行 正在变得越来越少 该公司今年在波士顿和纽约 拉瓜迪亚机场之间的航班数量 因此会有所削减 而达美航空公司CEO巴蒂斯安则表示 该公司的飞行已恢复到疫情前80%的水平 因此对2023年的旅游市场需求持乐观态度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